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5月13日 上個星期有兩家機構做了一個權威報告 就是追蹤過去十年 所謂十年人士多翻身 2013年至2023年 全球的富人 在城市分佈裡面有什麼變化的 都市傳說 習近平上台之後 就說東升西降 東方當然是指中國為核心的東方升了 當然應該包括韓國、新加坡 東方升 西方就沒落了 這種黑板印象是怎麼發展的呢? 似乎是來自歐債危機 雷曼兄弟爆破 這些一連串的事件之後 就開始流行了這種說法 因為當時中國經濟就非常蓬勃 經濟增長 以接近雙位數字每年的發展 有些人就說 在綜合國力上 軍事力量 經濟力量 航天科技 中國是會拋離了 所以升了 西方就是果足不前 就是降了 是不是這樣呢? 如果你將地理位置定義 西方的歐洲 似乎可能是的 因為過去那十年 歐洲似乎 都未能夠完全擺脫了歐債危機 帶來的負面影響 經濟上也沒有重大突破 過去十年已經轉移了科技 為核心的經濟發展 歐洲在科技上似乎沒有很重大的發展 在科學上可能 諾貝爾學長、物理學長等都不斷地 學術研究貢獻 但是你說轉化為人能夠賺錢的 太空科技 歐洲似乎不如美國 不如中國 而無人駕駛、無人機以及電動車 這是美國、韓國、中國 都是領先的 而人工智能 美國是一枝獨秀 其次到中國、印度 都跟歐洲似乎扯不上很大的關係 新能量、新科技 歐洲似乎又真的不是發展得那麼厲害 所以你說東升、西降、英國、歐洲降 我想不是一個爭議的地方 但是如果西方是包括美國和澳洲 似乎就不成立了 因為如果西方是講地理的 歐洲是小的 但是美國是東來的 在中國的東來的 澳洲在中國的南 東南部至少都是東東的 所以由此可見 這個不成立的 所以東升、西降 過去的十年 美國是發展一枝獨秀的 因為剛才所講的 人工智能的時代 AI的時代 社交媒體 社交媒體經濟 分享經濟 共享經濟 都是來自美國的 當然中國的複製能力很強 你有一個Amazon 我弄個頭包 頭包 淘寶 你弄個Google 他弄個八道 你弄個Twitter 他弄個微博 他一定是複製能力很強 可以後發先至 也有一個十幾億人的市場 你有YouTube 他弄個Bilibili 然後弄個IG 你弄個TikTok 他往往能夠後發先至 他有他的優勢 但是那些發展的起源都是來自美國 而中國的科技和世界可能又有不同的區隔 所以始終都是來自美國的 但問題是大陸的媒體不斷地 渲染美國是地獄 人間地獄 喪屍橫行 槍擊罪案 偷竊 寧願扣 很嚴重 可能這些都是事實 我相信都是事實 但是問題 事實是有多少部分是事實呢? 放大了多少倍去講這件事情呢? 那麼 用具體數據去說話 就是過去十年富人指數 不同的城市 哪些人有錢了 哪些人沒有那麼有錢呢? 用這些數據去看 如果亂邦不入 危邦不居 如果那個地方 他真的風險很大 好像郭咸城那樣 紐約是郭咸城 郭咸城的原型是紐約市 如果真是如是 那就不會有那麼多有錢人住了 就是越來越多有錢人住 又或者可能是真的 但是賺錢 富貴險中求 賺錢的誘因是大過危險的 這個也可能導致有錢人越來越多 過去十年 最有錢的地方在哪裡呢? 仍然是紐約市 紐約市佔的百萬富翁 這個百萬是以美元計算的 有些人說香港人一層 紐約一千多萬 普普通通 600多呎也過千萬 那不是這麼計算的 600萬可能是債務而已 600呎1000萬那些大部分是債務 八成首期 就是兩成首期 三成首期 大部分都是債的 連息 你欠債幾百萬 他不是這麼計算的 所以100萬 100萬美元 隨時可以拿出來 不算一些要變賣的資產 不算長期的債券 不算一些固定的投資 游輪那些不算 游艇不算 那你只是計算可動用的資金 就是100萬美元 今天要 一兩天內可以拿出來 美國是第一位 美國是第一位 而紐約市是第一位 紐約市是欠5千人 就是35萬 而過去十年 是升了多少%? 48% 過去十年紐約市有錢人 是升了48% 原因是什麼? 就是兩大指數 杜瓊斯指數 納斯達克指數 不斷地攀升 雖然今年是回落了 但是仍然是一個非常高的 去年是到了歷史高位了 所以紐約作為全球的金融中心 最厲害的地方 當然是發達的 而且呢 因為第二位是灣區 大灣區 這個是金灣區 Golden State 金灣區 這個金灣區 唯有金周勇士 過去十年 金周勇士八年四貫 有錢人多 為什麼有錢人多? 就是那些人進去買票 進去買票 就要很貴的 動輒都要幾千美元一張票 過萬美元一張票 一些重大的賽事 也都很常見 升了82% 就因為灣區有矽谷 而且一些名牌大學 一些畢業生 畢業之後又去矽谷發展 矽谷過去十年 創造了多少經濟商機 是不是? 那些Uber Facebook Meter 元宇宙 全部來自這個灣區的 所以他們發達了 然後他又會拿去紐約上市 所以紐約又賺了很多錢 紐約客 紐約賺了很多錢 又去看NBA 紐約過去有兩隊球隊 一向都是很受歡迎的 尤其是紐約人 紐約人現在打季後賽 紐約人雖然不是很多時候奪冠 過去其實 很長時間都沒有奪冠 Patrick Ewing的時候也奪不到冠 何況近幾年 但是紐約人這隊球隊 是NBA市值排第一位 很貴的 比起胡人 比起金州勇士 還要高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一些人賺了很多錢 所以就用很貴的票 去入場看 也買了很多周邊的產品 以前林書豪打紐約人的時候 林來豐 那時候結果也有很多中國人 台灣人 亞洲人去買他的球衣 所以紐約人是很厲害的 而馬雲一個拍檔 也去買了另外一隊球隊 就是南網隊 南網隊以往招募了哈登 歐盟 還有杜蘭特 西蒙斯 這些人去 三巨頭 雖然現在就散了 要重建 但是說明他們很有錢 有錢才會買到這麼貴的票 所以這兩個城市發達 其實就是看到所謂東升西降是不成立的 對於美國來說 科技 和金融 仍然是大幅領先 第三 說迷失三十年的日本 日本仍然是第三 人們說日本迷失三十年 是一個事實 但是這個事實是被放大了 因為爛船也有三斤丁 何況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戰後 遇到數十年三十年的經濟奇跡 它九十年代之後沒有什麼發展 但是因為它有資本累積 它有很多大的企業 三菱、重工 Honda、豐田、Tolota、Sony、Canon 這些大的企業 Panasonic 仍然很強勁 雖然有一些Toshiba的那些 已經沒落了 沒辦法了 但是它仍然有它的優勢 它有曾經的高科技行業 PlayStation仍然領先全球 然後又回到當地上市 所以日本的金融業 也有一定的強勢在裡面 但是現在的Yen貶值 所以導致它跌了很多 跌了5% 加上有些行業 就被韓國分了一杯 譬如剛才說的家庭電器 LG Samsung的崛起 令到Sharp、Panasonic 那些就沒有很像以前的銷量 而且那個突破真的不夠韓國厲害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事實 但是仍然因為它以往前人種樹 留下一棵巨大的樹 所以即使現在營養不良 但是仍然也有它的優勢在這裡 好了 第四位是新加坡 新加坡厲害了 新加坡有些人說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航運樞紐 現在已經跌出全球十大了 但是新加坡仍然是厲害的 新加坡在全球航運中心裡面 現在是排第一 不是說吞吐糧 因為航運包括了航運的融資 航運的服務 航運的匯計 那麼新加坡的匯計業很厲害 新加坡的高端金融業很厲害 新加坡股市不是做得很好 但是新加坡的家族基金 家族辦公室 它雖然只有千幾間 它比香港少一千間以上 但是它能夠佔到全球50%的 家族辦公室的資金比例 這個就說明 它的大額的資金 都是在新加坡管理 因為新加坡是奉行低稅率 跟香港一樣 但是新加坡有高度透明的法治 尤其是在金融的法治上面 加上新加坡是西方陣營 遊走東西之間 跟中國可以溝通 也是西方的陣營 所以外國人的錢 願意放在新加坡做高端財富管理 中產階級買保險 我自己 都在新加坡開戶口 2017年開始 投資美元債券 投資美國股市 都是利用新加坡的銀行戶口做的 方便管理 方便交易 而且最重要就是 因為我的銀行經理 就是一對一的人服務 它懂得說中文 懂得說廣東話 懂得說普通話 我主要用普通話溝通 如果你說在倫敦開 在美國開 可能沒那麼好處 新加坡兩文三語 新加坡人主要用英文 但是呢 馬拉語和中文 都是很常見很流通的 所以你總能夠溝通到 馬拉人呢 也不少人會說阿拉伯語 所以很容易吸納到阿拉伯資金 那些王子啊 那些油獎啊 很願意去新加坡 大陸人呢 很願意在新加坡開戶口 所以新加坡高端財富管理 新加坡的旅遊業 開了環球影城 有賭場 所以這些呢 在過去十年 也都讓新加坡的富人大舉增加 增加了多少? 64% 非常好 新加坡是增加六四 無望六四 紀念六四 就是為六四而感到驕傲 OK? 所以新加坡這個六四很厲害了 好了 然後下一個城市就是倫敦 倫敦跌了10% 22萬 7千人 倫敦有些人說英國沒落 英國很窮啊 可能是一部分英國貧富懸殊很厲害 但是倫敦的有錢人是排全球第五 過去跌是為什麼呢? 主要是因為脫歐 脫歐就導致倫敦的富人大幅減少 因為脫歐之後 稅務安排上面 有些人就覺得沒那麼好處了 住了倫敦 所以就搬走了 現在保守黨將稅庫搞到70年來 二次世界大戰後是最高的時期 所以呢 多了人走了 接下來保守黨因為再在下個財政年度 是廢除了富人在海外避稅的制度 因為現在的制度就是 譬如說你有跨國企業 你荷蘭有公司 在新加坡有公司 在香港有公司 你賺的錢不會進來英國呢 你就不需要給英國的高昂的稅額 你在新加坡賺的錢就交新加坡的稅了 香港賺的錢就交香港的稅了 然後那些錢留在海外 在外面可以買遊艇啊 可以買私人飛機啊 可以到處去旅行 環遊世界啊 就不需要交英國高昂的稅率 去一個低稅的地方 英國人很喜歡去愛爾蘭啊 去盧森堡啊 去愛沙尼亞啊 去瑞士啊 這些地方避稅的 但是結果現在取消這個匯入制之後呢 我相信未來十年 倫敦的富人呢 應該會再一步 雙位數字下跌 尤其是工黨很大機會上台 工黨一向是針對富人 針對中產階級的 所以這個呢 我相信 英國就真的 可能會被消滅了 貧富懸殊了 進一步 令到窮人未必有改善 有錢人就會變少了 這個也無可奈何的了 所以如果真的有錢的 中產的 真的要積極考慮一下 將來的財富如何安排 當然現在未來那個 保守黨本身呢 有人期望他們今年 財政預算裡面 是廢除遺產稅的 如果廢除遺產稅 那些富人就可以放心一點 留在英國了 但是不是啊 現在他說不會廢除遺產稅啊 工黨更加不會廢除遺產稅 還說要對私校開徵新稅啊 開徵這個的 對私校學生的家長 要徵收20%的增值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我相信 英國的經濟會進一步惡化的 這個難以避免 但是惡化的現在還是第五 所以不要嘲笑英國窮了 還是比起其他城市好很多 LA LA有兩支球隊 有這個 洛杉磯胡人和快艇隊 也很厲害啊 為什麼賺很多錢呢 45%啊 那麼LA也是一些中產 富人 常居的地方來的 所以說加州獨立的話 就可以令到 成為全球第四經濟體 這個就是這麼厲害的 然後後面那些是巴黎 當然啦 會來也很厲害的 香港呢 香港143,000多人 這個8萬美元富翁 那麼4%就跌了 原因是為什麼呢? 這個是眾所周知的原因 應該有不少人就來了倫敦 所以倫敦呢 如果不是那些人來了倫敦 可能倫敦跌的 可能跌多了0點幾 或者1-2% 可能香港走了4% 有些人去了美國 有些人去了新加坡 有些人去了倫敦 這個是眾所周知的原因 但是北京就升了90% 而香港作為北京的一個 一個後勤的地方 是不是? 大陸有什麼企業都來香港上市 理論上香港應該會大升的 因為隨著中國經濟過去10年 資本上 數據上的增長都顯著的 即使在疫情時期也是 極少數唯一一個增長的經濟體 數據上是這樣的 所以香港理論上應該會大升的 即使不是像大陸那樣升90% 也起碼升十幾個% 但是不是 就少了4% 就是很可能那些就容易走了 是眾所周知的原因 有志及興 原因是那些人移民 帶著100萬美元移民 不難啊 是不是? 當然他不算賣了一層樓的 香港買了一千多萬的樓 然後移民到英國 那就變成了有8萬美元的富翁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倫敦跌10% 香港跌4% 倫敦是跌得深的 但是我認為就是因為香港幫了幫了倫敦 否則應該跌一再深 所以這個可以說明都是東升西降 這個說法也是有問題的 那麼好了 我們predict 未來也是十年了 未來十年 那麼是上個十年就是那些高科技的城市 高科技就是以網絡科技 現在Facebook、YouTube 這些人是最發達的 是不是? 美國很多YouTuber都發了大大 我女兒也很喜歡看Ryan 出了自己的玩具 一年以億計的收入 這些人是來自美國的 還有那些共享經濟 都是來自美國的 中國後來就是學了 模仿了那些就發展了 但是未來的十年呢 我們也無可否認就是這個AI的時代 AI 那麼我問一問 是哪一個國家 哪些城市的最發展呢? 仍然是美國 其次可能是印度和中國 那麼所以 接下來似乎呢 譬如說倫敦可能進一步會收窄 澳洲又似乎不在這裡可以佔到什麼便宜 但是美國仍然是會發展的 那麼中國可能深圳 也都會取代北京 成為可能進一步的發展 重心也不出奇 但是 這個香港似乎就還沒在AI 拿到任何優勢 新加坡呢 新加坡似乎在AI裡面 都沒辦法拿得好好優勢 但是新加坡是財富管理嘛 所以在中國 AI賺到錢的人 都是在新加坡投資 所以新加坡可能在這方面 仍然都會有一些的好處 但是仍然是美國 紐約 在美國灣區賺到錢 又去紐約發展 那麼所以 東升西降在過去十年 如果以美國為核心的西 就似乎沒有降到 未來十年 似乎以AI發展的世代 仍然都是以美國為首的 那麼我本人又不是很喜歡美國的 美國的文化 美國的運動 那些 我無可否認是會喜歡 譬如說迪士尼 美國的荷里活電影 美國的文學 我也會看的 加上美國的NBA 我就很喜歡看 最近天天在看季後賽 搞得很累 但是美國的治安 美國的教育 校園 欺凌的問題 這些都是我本人不太喜歡美國的原因 但是無可否認 美國就是在這方面 它既有一些混亂 但是它這些混亂也創造了一個自由 而這些自由也變成了創新科技的一個來源 所以複系和所依 和系複所依就是這個意思了 Anyway 今天就分析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喜歡 Like、Subscribe、Share 收費平台Patreon 還有文字版 聲音檔 以及獨家課堂 所有會員可以上課 獨家課堂 VIP會員可以無限重溫 下個星期我就會繼續講軍閥混戰 民國時代 去到講共產黨成立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知識有價 拜拜